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上海电玩展ChinaJoy 今年主办单位是以数字新娱乐、科技新生活为主题 把展览的重点摆在游戏、二次元动漫、音乐、电竞 还有数位娱乐等等的领域 还特别各自打造独立的场馆 跟着我们的镜头到上海一探究竟 看到记者背后这一整片的游戏刊版 还有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就可以猜到我们来到的是亚洲地区数位游戏娱乐 最具指标性的展览之一ChinaJoy 而今年已经迈入第17届的ChinaJoy 跟往年不太一样 除了展出游戏跟电竞之外 还特别加入了二次元动漫、音乐以及数位娱乐 等等不同领域一系列的相关展览 而在场馆的部分 为了配合今年更加丰富的主题 特别打造了不同的分区专属场馆 有为了配合动漫爱好者特别开辟的动漫展 展出各式各样最新的硬体设备的硬件展览会 以及能让所有同好一起共襄胜举的Cosplay加年华 还有配合今年展览主题音乐特别打造的舞团竞赛 当然也少不了各大电玩展都必备的电竞比赛 ChinaJoy今年再度扩大展场面积 光是开放给一般民众的B2C互动娱乐展示区 就有八座场馆 而针对专业人士的B2B商业综合洽谈区也有三栋 系列展览再加上周边的活动规模就有15座场馆 整体骗机超过13万平方公尺 大小超过15座足球场那么大 每年都吸引超过30个国家400加以上相关游戏厂商进驻的ChinaJoy 今年除了由年年都包动的英特尔跟高通之外 最受瞩目的就是首次参展进入中国市场的任天堂 以及为了庆祝30周年举办蝙蝠侠特展的华纳 还有在中国超火红的短视频APP快手科技 丰富多元的展出内容 加上全场超过5000台的游戏体验机 主办单位日估从8月2号开始 ChinaJoy为期4天的展期能够吸引超过35万人次参观 而非凡新闻团队也会持续在上海ChinaJoy现场 为您带来最新的一手消息 以上是记者唐立真前日誌 来自大陆上海的采访报道